台北市间没有新增确诊 副市长黄珊珊说应该要帮万华洗清污名了 一轮带我们了解 稍早的指挥中心记者会 您也可以听到最近台湾的疫情 确诊数都相当的低 尤其在台北终于是加铃了 这就代表加铃回来了吗 可能还要再过几天看看状况而定 不过这一天加铃确实让台北市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尤其副市长黄珊珊一早九点半 就在他的脸书上面发文 他说下午开疫调会议得跳舞了 不过随机在20分钟之后又删文 因为他似乎觉得跳舞这两个字 好像用得不太妥当 毕竟还在疫情期间 但是可以看出来 他现在对于万华跟西门丁的 这个摊商跟商家确实相当心疼 他这几天就在脸书发文说 今年的五月到七月 每次经过这个万华还有西门丁的时候 都像死成一样毫无生气 没有年轻人也没有观光客 所以他一再强调万华已经不再是疫情热区 要洗清污名 他同时也说市府有准备灾害的应变金 但用在防疫上面已经用完了 目前在规划的是二波振兴的纾困 八月还会追加预算到议会 不过现在看起来 似乎他在喊话给万华的摊商 希望他们能够放心 但可见过去柯文哲曾经撕掉过 疫情热区的这样污名 现在对万华人来说 似乎这个力道还是不够强 莫德纳疫苗供获延迟影响到全球的防疫 而国内疫苗短缺的问题 又该要如何来因应呢 再交给一轮 八月八号这天的下午 来了将近十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但现在第五轮开打之后 莫德纳疫苗的库存将会变得非常的少 就连AZ也一样 所以我们持续在等国外的供货给我们 但现在台湾人在这个疫苗预约平台上面 非莫德纳不打的人却是相当的多 你可以看到累计在八月九号五点钟以前 三百九十九点二万人想要施打莫德纳 而且还高出了百分之零点零一 来到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四的比例 那不到百万人是可以接种完整的两季 但还是有很多人是非莫德纳不打 那选AZ莫德纳加高端三种都选的 则是有七十点六万人 也升高了百分之零点一 那接下来到底有多少人 可以完整的来施打两季的莫德纳呢 指挥官陈时中并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但他有提到说要先满足第一季的覆盖率 似乎指挥中心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还要在观望 那现在莫德纳在全球也出现了缺货潮 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实验室的问题 现在供货延迟 亚洲邻近国家韩国也发生说 他们八月原本预计抵达要八百五十万剂 现在已经确定了到货量连一半都不会到 所以他们已经严正的向莫德纳提出了抗议 甚至也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两季的接种从原本的四周变成六周 那台湾目前是变成十到十二周 有研究指出北京的批发市场爆发疫情 其实是跟天后有关 再请教一轮 最近中国大陆的江苏跟河南陆续爆发出了疫情 但不少人上面认知感觉会有点奇怪 因为通常都是冬天会有流感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怎么连夏天高温的时刻都是病毒的温床吗 确实有一份报告是显示在去年北京新发地市场 六月中爆发疫情的当时 就出现了三次的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预警 一次是在六月初 一次是在六月中 还有一次是在七月底 那中国大陆在去年的五到九月 各地也总共发布了高温预警高达一万八千多次 那尤其高温的天气专家就分析 可能是因为这样大家脱口罩的几率也比较高 包含了有比例百分之二十点六 甚至如果您是曝露在高温的情况 更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的人都会脱下口罩 那高危险的人群他们也归类出有两类 因为是服务公众者 因为他跟大家是比较容易接触的 再来就是上班族 因为疫情的放松 可能也会减少一些防疫的管控 因而传播到新冠肺炎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发生期间季节 PM